我今次還要和大家介紹 陳冠宗的我這一代香港人 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裏面 這一本書裏面其實是輯了好幾篇不同的文章 尤其我現在拿著這個大陸的版本 可以說得上是陳冠宗和大陸整個大中國的讀者 見面的一個見面禮 讓他們了解到原來香港好像陳冠宗所說 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就已經有整個華人世界 第一批那麼前衛那麼先鋒的文化人 他數出整個香港過去的文化上的光榮歷史 譬如告訴他們 原來整個華人世界第一批拍實驗電影的人 第一批做實驗卡通動畫的人 第一批做實驗漫畫的人 第一批做地下小劇場的人 第一批做地下音樂的人 幾乎全部都是我們香港人 但問題是這一批香港人 為何後來大家好像當他們沒事 另一方面就是因為中國對香港的歧視 另一方面就要講到香港本土文化的問題 在這本書裡面最出名的那篇文章 就是我這一代香港人 陳冠宗說回了很多他們已經六十歲的那一代 精英分子的一些心態和感受 他跟他同代很多人不同 現在他那一代的精英 很多人都會譴責今天的年輕人 不知所謂、不上進 不學他們當年令到香港成功的經驗 但陳冠宗卻會反省 原來他那一代人以為自己很厲害 以為自己很醒目 以為自己什麼都行、什麼都懂 誰知道原來他們無意之中 塑造出一種香港的主流文化 那樣東西是敗壞了香港 是令到香港出現了問題 那現在年輕人最應該要做的事 反而是怎樣擺脫他們那一代人 留下的這個香港 我們可以說香港有很多很精英的 很先鋒的當年的創意人 但又正正是同一批這樣的精英 製造了今天我們所說的TVB文化 而這件事又帶給了香港什麼呢 所以我想陳冠宗 為他自己這一代人作出的反省 是非常重要的 無論對他那一代人來說 或者對我們後幾代人來說 都是一樣